HELLO 大家好,我是你們的輔社長NIKI 那今天又到了與你看單美的單元了 我們頻道今天真的是經地輝煌 請到一個重量級的來賓 只要是台灣的BLG來講的話 應該算是有一半以上都出自於這位老師的精熟啊 而且又是我從小到大然後看BL小說的偶像 那今天大家應該都猜到是什麼樣的特別來賓了吧 那我們就掌聲歡迎我們的佩玉抽搭 真的是我用一個小迷妹的眼神然後看著佩玉 你用一個非常害羞的眼神回憶 因為我們剛剛其實在開拍之前就已經有聊非常久了 那我其實在之前的影片當中就有介紹過 其實佩玉在進入編劇圈之前 其實是寫了非常長一段的小說 是 對對對對 那當時的作家名稱呢 就是呂熙成他 我剛剛就是從國小就是看花間級啊 還有自騰級 就是長大的 聽到陳青華會有點受傷還是覺得 上一個時候他從小看我的書長大的那個已經 被拖去分手 這麼早已經看到一樣高了 目前現在可能附身在兩個黑屋裡面在那邊寫作 那其實我從小就是看老師的作品長大 就很想要知道說 在這麼多領域上面都跟BL有做結合 那其實是怎麼樣跟BL入坑的呢 或是說怎麼樣進入這個領域主題的 可以跟大家分享聊一下 其實就是我其實是在高三的時候 喔 高三 對 高三的時候開始接觸 言情小說 然後之後才接觸單美小說 但那時候大家應該 在剛接觸的時候都是從漫畫開始 喔 對 用視覺的衝擊 然後讓你知道另一個世界的大門 對 然後我那時候看第一個 果然還是韋琪南老師的決愛 我的天啊 非常經典的作品 真的很經典的作品 對 就是現在大家也還是會耳聞得下 之後就是那個動畫的監禁器 超重口味 真的算很重口味嗎 那時候天真純樸的我們 對不對 喔 對啦 其實我發現 早期的一些動畫真的非常敢開車 就是 反而現在越來越就是 一點沒這樣 拉著拿羽毛 就是飛過這樣 沒錯 現在的會比較重視異象 總意識流那一塊 對對對 那時候就開始看 就覺得蠻有趣的 說真的其實我高三開始寫眼睛小說 喔 所以那時候看已經不滿足於 然後你想要試試看寫作的耶 其實其實剛好是因為有同學在寫 然後同學在寫的時候 就會進入那種創作者的領域 就是你走到他身邊 你不能講話 他又覺得 蛤 這麼嚴謹的嗎 對 他寫小說有這麼 這麼 你叫絕對領域 對 有一個那有絕對領域嗎 那我來開一個絕對領域看看好了 然後後來就 因緣機會就 開始成為小說家這樣子 對 那其實 因為他一直寫眼睛 然後到最後為什麼會想要寫 BEO這塊呢 是因為剛好有看到一些不錯的作品 然後想嘗試看看 其實不是這樣 因為其實在高三剛好也打開了 單美的世界大福 那時候就覺得 愛情就應該要超越聖遍 對 沒錯 然後那時候就很想寫 可是當時我們當時那個 其實很少 對 我們都已經講出 年代這兩個字 那個年代 這個字也 你可以抹掉嗎 二十年 我才十八 我才十八 所以我在寫黑階系列的時候 就偷偷塞了一組 在裡面 而且到後來 可以說出版社嗎 我覺得可以講 譬如說擦下 擦下 擦下是什麼 好 某 某擦 可以下兩個字 非擦出版社 OK 對 那開始開這一道光 對 給我們打開了這台窗 對 那那時候其實一開始還沒cue到我 那一直到 後來開始走 開始推 這個系列 之後呢 到了大概中間吧 他們才發現說 欸對 你以前有say欸 你過來試試看 等太久了 就是等你這句話 對 你怎麼不早點跟我講 你怎麼不早點cue我呢 然後我就出了第一本 第一本的書 就是把那一對CP給拿出來 直接寫單紙 寫一個 主CP的局長 主CP的本 沒錯 然後一路就開始開了 那這樣子 一路這樣子 創作以來 應該有一陣子都是 以小說為主 對不對 那會怎麼樣 就是突然會想要去 真的想要去拍一部劇 因為其實我覺得這個東西還蠻 蠻現實的 就是我們 又講我們那個年代 哈哈 一直 流離不了這個年代 當初其實可以知道 那段時間其實是出版界的 黃金年代 黃金年代 對 出什麼就是 大家都會 因為那時候大家都踴躍 對 大家都會比較踴躍 但其實他慢慢的 你會看到 然後開始看到 信仰無限好 私情黃昏的狀況 對 那像其實我們這類型的 商業小說 它其實慢慢的 裡面會把你有很多的 娛樂或很多的 美載體可以去 轉移大家的注意力 對 就像以前可能大家發個貼文 就覺得很棒了 但是現在大家就會想要看影音 或是說更短的影音 就是各式各樣不同的資訊 的確剛剛佩宇講的就是 就是那個時候紙本 大家可能都會很喜歡 然後偵查啊 就是拿在手上的感覺 但是後來什麼 醫化就漸漸的出來了 然後再加上網路的資訊 普及之下 戲劇就是慢慢走到大家的面前 但是 在像寫的小說 跟寫劇本 就是像編劇這樣子的來講的話 最大的差別會在哪裡 你是指單美方面嗎 還是指所有的戲劇 跟所有的小說創作 我覺得我們先以單美方面 單美來說的話 比較大的問題是 寫小說 你可以盡情開車 齒度的問題 但寫戲劇的時候 你會比較 必須要去care 那個預算的部分 然後還有齒度的部分 對對對 就是譬如說 因為三方是 他們可不可以接受這個部分 然後適不適合 把這個主題放在 大家都可以看得到的地方 螢光很顯 嗯 那當然還有就是 像預算的話 它會 就是它會 影響到你設計的世界觀 或是你的框架 跟格局的部分 可是像小說的話 它從文字裡面 你寫得多麼的凋涼畫中 多麼的奢華 那就是文字 然後大家可以 靠著就是讀者的想像力 就是說什麼 就是男A 然後住在一個 就是一百多坪 然後什麼 然後什麼 服人超多的 對 然後每天早上 都有人幫他跟進 對 然後你的浴缸可以停車 這樣子 都沒有關係 可是如果你在戲劇裡面的時候 就沒有辦法呈現 製作人會說 我哪有浴缸可以停車 你告訴我 對 所以它會 就是它的 我覺得它的 要排量的東西是比較多的 但小說的世界 是天馬星空無限噴光的 對 佩宇也經歷過蠻多的 像我們必偶臺劇的誕生嘛 知道這麼多必偶劇 這樣子的過程當中 像貫穿在小說當中 也有一些經典名劇 我覺得這是佩宇 就是可以賜給大家的 一個很重要的靈魂 因為我們可能看完一部劇之後 我們突然之間 聽到那句話 像有H系列 就是像歡迎來到大人的世界 對 那句話就是 我在看情記 這次的小說的時候 我就看到那句話 我相信 就是會勾起 非常多讀者的記憶 因為就會突然覺得 哇老師的那句話 就是歷歷在目的感覺 然後我們就會覺得 突然想起這些事情 然後就會有一個詭異感 那這樣子 經典名劇來講的話 像這麼多靈感 老師都是從哪裡取材的 或是其實也是 不經意的突然有這句話 這樣 其實必須說啊 經典名劇的出現 是要感謝大家 因為大家把他 大家覺得印象深刻 而且覺得有趣 才會變成金劇 其實我沒有 我那寫的當下 其實沒有想過他會變金劇 然後所以也真的 真的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 完全沒有刻意 完全沒有刻意 就是覺得這個時候 應該要下這個台詞 可是他成為經典名劇 真的都是有賴大家的 不斷的討論 就是大家幫他加了黃冠 他才成為金劇者 對 而且他很感謝大家 對 像演員 然後也是替整個劇 加了很多分 然後加上 那個情境下 那個情境下 其實就會變成是說 很多人就覺得 哇那句話 突然戳中了很多人的心 那因為我很喜歡看劇的時候 悄悄的潛水看觀眾的反應 對 因為我覺得 懂覺得說 我不太會去講 之後播出的時候 去講很多事情 其實因為我覺得 欸文本誕生其實是作者意思 真正 決定文本的這個東西 是觀眾或讀者他們的回饋 所以我通常都是潛水去回饋 去看大家有回饋 潛水 所以我就是 你們在講的時候 對 你這支影片下面 所留言的 沛宇一定會去看的 你所說的每一句話 都在我的腦海裡 對 因為通常最害怕的東西 不是罵或怎麼樣 而是你不罵 你也不說好 就是你完全沒反應 那表示你連 你的黑粉都沒有 黑粉好像也是粉的一種 突然是這種感覺 真的 真的 我們懂那個 對 你知道最怕的就是 你 就是你做什麼都沒有人理你 都沒有人理你 我覺得寫東西出去 其實就是有想要分享一些東西 那你想分享一些東西的時候 你發現 摸讓唱你 然後你就會覺得 天啊全世界就是我最寂寞 那超慘烈的 真的真的會很孤獨耶 對 就像我可能拍影片 或是我們影片 然後都沒有人留言的話 就會覺得 就是很揪心 就是 心碎 心碎感 我真的覺得像這樣子 寫這麼多作品啊 應該是很浩劫心力 然後你會在想說 每個劇本之前 可能最困難的地方嗎 或是說 寫這麼多作品的靈感 到底是出自於哪裡嗎 我覺得寫故事 就是比較難的是開頭 喔 對 因為通常結局都 結局應該說 會先想到一個輪廓吧 喔 所以你會先想 佩裕會先想到結局了 我通常會先想到結局 喔 那真的跟我們一般人好像不一樣 真的嗎 不知道 可能像我們做影片的話 我們可能會覺得說 欸這個主題可能大家有興趣 然後我們可能就會先 以這樣的方式去 至少會想一個比較大的 方向感這樣子 但是我們不會連就是像作品的 結尾什麼的會寫 因為我其實我蠻跳的 我有時候會是 先想說我要講什麼 比方說像 H系列 那時候有說過 我有時候會因為一個四字 一個四字 七十八 或者是因為一個照片 然後我就想寫東西 我甚至以前在寫小說的時候 曾經為了一句話 然後就寫了十萬字 我都不知道為什麼 小說家其實都會逼死自己 對你就是有一張強迫的 我靈感來了 我爆發 對 因為這一次佩宇寫了一部新的小說 是奇蹟嗎 其實是睽違實面的時候 沒有寫原創的作品小說的部分 那可以先請就是佩宇跟大家講一下 奇蹟這個故事 然後還有他們兩位主角的人設 對 奇蹟這個故事其實是講一個品學兼優 然後有點想付黑的高中生 有一天呢 為了十塊錢非常不幸的 被黑道給他糾纏上 對 被黑道的無賴給糾纏上 對 然後從此打開了世界的大輪之後 扭轉了他整個人生 一個男孩子為了所愛的人 然後努力的成長 變成一個男人 對 那另外一個也是 一個放棄自己的男人 為了他心愛的人 然後重新振作起來 尋找他第二個人生 不再擺爛的故事 好勵志喔 互相救贖 對 互相救贖 講一講自己都覺得勵志 互相救贖的故事 對 那我們那時候在看書的時候 有一些像片花的一些劇照的部分 有看到佩宇在現場 那我就很想要知道說 其實在現場的時候 你在看這部劇的拍攝 跟這個剪輯的拍攝有沒有什麼 令你覺得很有趣 或是覺得印象很可避嗎 或是哪裡 太難了或是什麼 因為我覺得 我覺得 蠻有趣的事啊 因為單美他 至少目前我那個拍攝的功格 都比較生活化 然後也比較多那種感情的東西 滾在黑屋裡面寫的時候 覺得說這可以講得出來 就是一塊小蛋糕 然後到了現場去看兩個演員的時候 就覺得 天啊是我寫的嗎 為什麼寫上這個東西呢 真是 有沒有好厲害喔 竟然可以唸出來 真是太偉大了 那我覺得最後也跟 就是也請佩宇跟我們 鏡討前面的 所有的粉絲觀眾們講幾句話這樣 包含就是年輕的導演 然後還有我們年輕的製作人 新穎 然後一起來合作 完成這一個 嗯 跨界的一個共創 也希望大家會喜歡 嗯 非常非常期待 就是我們佩宇之後 給大家的一些 一系列的創作 然後包含《情急》這部劇 嗯 之後的誕生 我覺得大家都可以 非常的隱隱期盼 後續敲碗更多的 好的資訊 或是好的消息 向大家扎來這樣子 怎樣 其實十月份 沒有啊 欸沒有啊 其實我們十月份 也許你們看小說到之後 知道十月份 可能也許還會有弟弟的 對 就是後續 會有更好的消息 給大家喔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到這邊了 下次見 拜拜 拜拜 竟然斷了我脫稿的路 十月十月 沒有沒有